这堂课是之前在YouTube上都有分享 所以我也是借由这些网络的东西来学习 这些我之前没有曝露到的一些背景 然后觉得很有趣 那今天我们就稍微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年多的探索 就是魏珊在开放科学的一个角色 或可能的方向 那我是魏婷 那今天大家有一个outline 就是我们会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背景 就是我们成立的东西叫BioCreator还有Proot 那接下来会讲我们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现在可以适合这样做 然后会探讨一下科技跟科学的关系 那最后会谈一下传统的学术研究 目前的一些困难跟挑战 那往下会带一些科学家卫山 然后最后我们会要 中间我们会邀请一个 就是日本的朋友 就是Shira Takagi 就是Design Tokyo那边 他们日本最近其实非常的火药 像他们的Design的社群是我们的好几倍 对所以其实也可以从他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我们周遭的朋友们 现在是怎么看待这个Shira的 那最后Tim会介绍一下一些比较硬可应用 就是一些会看一些代码 或是一些Design目前的Project 然后也许大家最后有一些想法 一些Project可以利用他提到的一些技术项目 把它组合起来 那我是Wai Ting 我们目前其实就是成立了一个算是独立研究室 就我们在林口那边租了一栋 然后把里面改造成像实验室一样 里面有自动化手臂的机器 很简陋的一些培养面 然后一些生物仪器 那我们就是尝试希望建立台湾第一个Bio DIY的Lab 那同时这个Lab会再探讨一些永虚材料 那我们本身也是有要开发一个软体叫Proot 那这Proot其实就是我们利用一些微塞的技术去建制的 那这是我们最近开始的一些合作 就是我们有跟实践他们的Vision Base 就是说我们提供一些生物材料 然后看怎么促进一个跨学门 或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学门的一些主题的探讨 那我们就比如说拿年菌 然后去看一下他跟数位科技的一些互动 那蛮有趣的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独立实验室 社区实验室或是DIY生物实验室 其实你就可以想象成说 他就像是一个车库啦 只是以前你车库 车库的资讯公司比较容易 但现在的话 然后当时候的 比如说生物科技的实验室 其实是相对难的 但随着这10年来 连生物科技这种听起来本来高大上的 也可以用车库的模式去sell起来 那其实这也不是说很冷门的 其实全世界各地的国家 都有各种各式各样这种独立的实验室 或是社区的实验室 希望说能不能就是在传统的政府 或是研究机构以外 有一个让公民可以去探索科学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说生技的草根运动 其实已经有大概5到10年了 那这个草根运动其实不限于生技 所以等一下慢慢会带到说 为什么不限于生技 然后又跟卫山有什么关系 所以在生技领域 其实就是因为很多的条件下 很多有趣的研究 或是跨领域的 开始从一些传统的学术单位 或是生技公司或是政府 慢慢跳脱到一个比较去中心化 甚至开放或是很多元的一个社群里面 像是Pilus Global Bio Community 或DIY Bio 就大家不是因为之前过去的 高等教育的背景 而是他之后工作之后 或是后来他觉得对这有兴趣 那就去研究 那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非传统学术的研究社群 那大家在探索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把它放在科学的这别门里面 那我举个例子 就我之前怎么去探索这领域的 就算我的背景是在医学中心之前 在医学中心里面 所以我可能看似有很好的一些 学术研究的resource 但实际上很多advanced的东西 我们在传统的医学中心里面 其实得不到的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探索一些 有没有一些非传统的一些手段 那我就先从网友开始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一个 在美国还蛮知名的这种DIY的网友 跟他说 就是Savastian 他是在纽约那里 有一个独立的生物实验室 我就问他说 你会给我一个你的prosmia prosmia就是一个子体 那他说好啊 那我就寄给你 然后他就 我们就用脸书在沟通这件事情 那他寄来的隔天 他就说他确诊 所以那时候是那个疫情很严重啊 大家对确诊过的人莫过的东西 其实都还有恐惧感的时代 对 然后像后来这个David 我们是另外一个 也是Global Bio Community的朋友 他是墨西哥的一个独立实验室的一个成立人 那我们也是在网路上面开始有一些聊天合作 或是我有些不懂的东西我就问他 那像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scenario 就是说 他要寄给我一些生物事迹 那我觉得不好意思啊 就是都不给钱 因为其实大家 这种社群 其实大家比较不会去谈得很细 那我就说 那我可以送你USDC吗 因为假设真的要给钱 给一个墨西哥的人 老实说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除非用银行的跨国 但是那其实很贵 所以我就尝试性的问他 因为大部分这个Global Bio Community的社群 其实对Crypto接触度没那么高 他们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scan很多的地方 那我就问他 那我可不可以寄给你USDC 他说我有这个账号 所以我就发现说 我们本来就已经在一个网路上形成的内容 现在我们可以更紧密的用一些有趣的卫山的科技 去加深我们的一些合作模式 那这只是一个举例啦 就是怎么探索的 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以前在这个社群里面 大家的交流其实都是用网路 那只是我们没办法在钱的方面上做交流 但是钱其实老实说是后来我们大家私下聊天很重要的 没有钱怎么做实验室 没有钱做研究 没有钱怎么协作 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底层很重要的东西 假设它可以借由网路去交换的话 我相信这个国际的研究社群 或是生物的就是爱好者们 他们的研究量能或是产出会更强大 所以其实老实说 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 blockchain它其实是有一个潜力的 因为这群人本来就是用网路在连接的 我们可以用网路来分享一些我们对实验或对技术的想法 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寄给对方东西 但是唯一一个钱或是这类的东西是没办法 那blockchain其实是一个还不错 可以提升我们原本就有的network 甚至形成一个有趣的一个协作方式 那我举个例子也是日本的一个朋友 我们很早认识 他们是他们的project叫open pandex 他们想要做的东西其实就是去合成一个塑胶分解煤 然后开放这个合成的方式 然后让家家户户家里有这个粉 那你就是把它倒到你的塑胶回收箱里面 它就分解掉 他的想法是这样 那创办人是一个就是中国人 对然后很有趣 那他本身也不是做生物 他本身是个会计师 那我们也是常常在网路上聊天 然后觉得要是我们这边有founding 其实我觉得这个project很棒 其实我就可以也许我就可以用一个这类卫山的工具去founding它 对所以很多有趣的合作方式会藉由这个升级而产生 那再来就是我们后来就是有认识到一个platform 就是所以从刚刚的过程是原本是一个很纯open bio的一个社群 那我们开始发现说blockchain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这社群的内卫更强 那我就认识到了这个Gitcoin的这个platform 那Gitcoin它其实是一个主要是以ETH为主的一个平台 那它的目的它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就2018年 它的目的其实就是去用crypto去赞助 从一开始的是单纯类似一些开放容体 后来就慢慢有很多的方向是在改变社会 就是比如说环境啊议题 就开始希望可以用crypto的力量去推动 因为有钱嘛就会有人想要用这个钱去做事嘛 去把crypto的力量开始去往推动社会有益的方向去走 那他们最近也改版了啦 就是开始把它变成是一个portacle 就是说不再是平台的模式 而是把它变成portacle 让大家都可以用它的工具去募资 那我们当初其实就是抱着说 实作中常的理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说Gitcoin在第15届的时候 开始有了一个叫做decide的seture 之前是没有这个category的 就是说把crypto用在科学上 但是在去年的9月9月的那时候的这一round 就开始有了这个seture出现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吧这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的背景本来是bile这一块 就是开放生物这一块的 我就想说好啊 那我觉得理解最好的方式就是参与进去 反正这是一个大家都不熟的 那这个seture其实它的geekcoin那时候的模式 其实是它会针对一些主题去放一些fum 比如说design它可能就放了500k去用目次平方法去给予赞助 目次平方法我相信之前几回有这样子有分享到就不提了 所以它等于是用这个category去推进crypto跟社会各个各方面面的连结 比如说diversity啊或者是甚至一些就是layer2的这种project 它也会把它放一些放进去去推动整个ecosystem的活跃程度 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那这概念其实对我们这些biolab的人很吸引人 就是举例来说 比如说design它那时候是放500k在这里面 那所以我们其实只要有一个支持者 他赞助我们一块美元 我们那时候这个平台就会对给我们130美元 所以这个funding的身家比例其实是很惊人的 你可以想象说传统这些生物实验室在募资的 募资的状况是非常惨烈的 但现在它等于是你只要有相关社群的人愿意学习 怎么使用数位钱包 然后有一美元 那它就可以帮助你的project 有这个得到这playphone的一个funding 所以算是一个对当时参与design的朋友 就是蛮激励人心的一个机制 不然的话其实老实说对我们来说 去使用这些数位钱包 了解怎么去做translation 难度其实蛮高的 那这是我们后来就是在这个GIGGR15 推出的项目叫Proot 那就是其实它整个流程 我们实际第一次参与的时候 发现说是蛮平易进人的 即使是我是一个不是一个 已经进行在这个卫山领域的人 其实我也可以就是借由网站的一些说明去知道 原来是怎么用 然后接下来我要干嘛 我要写说明 然后我接下来要做一个translation 所以其实算是一个蛮友善的 那其实它有一些 开始有些很酷的Bile的项目在这里面 比如说像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它就是在设计一个开源的代谢 代谢自动化机器 所以其实就是开始GIGGR15上面的platform 不再是只有原生的一些区块链 或是加密货币的项目 会有一些其他的其他类别的人 以前是他不会去了解Crypto的 开始在这些platform上做活动 那这个是 所以这个ecosystem其实就是很新 像是今年3月6号Messari的research的 那我们是很幸运的 我们的Proot有被它分类在这里面 其实开始有越来越多design 那我们可能是因为刚好 比较早期参与在这个set中 所以才被纳入这个ecosystem中 那这是4月29号那个4Btech 也有把我们的那个项目放进来 那其实我们还很早期 那Proot在干嘛 那Proot的做的东西 其实我们很尝试去bridge in 传统的bio的search 跟crypto的search 所以后来我们racing完这个GR15之后 我们就去回去 Global Community的那个summy 去跟他们介绍说 大家好朋友们 这有个地方可以募钱 你们缺钱或是什么的话 其实可以来这边 就是去找到帮助你 那个project的力量 但是那一次的经验让我发现说 这个大概是今年的1月29号的时候 其实大概95%的生物开放社群 其实是对crypto 还有点恐惧跟害怕 所以代表说 这个crypto如何去跟各行各业 去融合在一起 可能现在很早期 那Proot在参与的这个set 其实是在看blockchain跟bio相遇 会发生什么火花 那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想的啦 那我觉得这张图 其实是对我来说蛮激励人心的 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最近ETH有一个Ruzazu的city 反正他就是ETH的这一群社群的人 他有点想有点想像在仿造 就是把据那个一个就是A.C.T.N.Z的 那个方的他的一本书叫 就是有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用区块链的方式 建立一个我们喜欢的国度 那他们可能Ruzazu 这个东西其实不存在 在这世界上 所以他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来造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就是围绕着 就是区块链为主题 那在这个set中 其实很多主题是跟生物有关 那他们就请到了 比如说像是这个对话 其实我觉得以后会在历史上 会有重要的意义 就是左边这个大家 就是不需要介绍 但是右边这个人 其实他在开源生物里面的地位 其实是很崇高的 就是他在做很多项目 都是让一般的人可以用 你在传统上去采购的话 可能要100万 但他不用钱就寄给你 只要你知道这东西 所以这个Andrew 他其实在推动这种 开放合成生物学 或生物技术里面 真的是贡献很多 尤其到现在 他还实际在推动 所以这张照片 有点像是开启了一件事情 就是Bio社群 跟Blockchain的结合 怎么去创造一个 去中心化的Bio community 这样子 左边那个就是 李太坊的造神机 对 对 那这个就是在 这个新的Luzaru City里面的活动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活动的SATA 大概知道说生物或是永生 或是合成生物学这一块 在目前这个主流的ETH 或是社群里面的地位 其实蛮高的 其实你看就是比如说 这里有12个SATA 里面至少5个SATA都跟BioTail有关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国际的趋势 所以其实是蛮有趣的 那回过头来讲 披露为什么会存在 就你们听到现在会觉得 我在讲生物科吗 不是不是 就是其实现代的生技 大概已经开始在做一个转型了 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其实它是以资料为主的 简单来说就是以基因资料 所以假如基因资料 其实就是ATCG所组成的 那我们藉由去设计这个ATCG 放到细菌里面 你可以改变一些农业 甚至用这个质体去产生一些生物材料 像我们现在医疗上面打的insulin 其实就是细菌合成的 对或者是脱尿酸 细菌产生的 那食物最近这个就是植物肉 这个大家也知道 它其实都是藉由改造植物 或是某些的基因的资讯 去产生这个功能 那你也可以单纯设计一些BioMaterial 像是有人把蜘蛛丝的蛋白质的序列 放到细菌里面 那细菌就会产生蜘蛛丝 那蜘蛛丝是一个很好的生物材料 它其实很有强韧的 但是传统上蜘蛛 它是一个不能跟别人在一起的 所以你是很难大量养殖 所以藉由这种我们把它的资讯 移植到另外一个物体中 让它产生新的function 这件事情是可能的 甚至你也可以设计一些BioSensor 所以这个其实代表了生物开始进入数位化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条件 让我们现在 为什么生物科技的社群 开始可以紧密的跟数位化结合 就是第一个就是 我们怎么去读取这个基因资讯 不管是定序好了 我们以前在1990到2004年的时候 你去读你自己的说明书 举弄的话 你家里必须要移动摩天大楼的钱 但是2022年 你去读你自己的说明书的话 大概100美元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差距是多大的 甚至现在很多device 是让你可以在各处去做这种定序 比如说像右下角的这些图 就是它在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木头客厅里面 去定序它早上在外面找到的一个香菇 它想要知道这香菇到底是什么 那右边在右下角是一个 在非洲的一个户外的地方 它直接去看说 这个生物体是什么 你就把它转成资讯 那你可以转成资讯之后 你还要能创造资讯吗 你要把你设计的资讯可以印出来 像上面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桌上型的DNA印表机 它就可以把你的数位化的东西再灌回去实体 换句话说 你已经可以灌成一个闭环了 就是数位化之后 你又可以把它变成实体 它可以是一个数位设计 那所以说其实现在BioTech有很多的gap 当生物转成数位化的时候 你其实所需要的一些skill set是完全不同的 你需要的是一些资讯人员 或是一些跨领域的人员 那这些人员其实不会出现在传统的学术机构 也不会出现在传统的政府机构 所以它可能会是一些零星很年轻的startup 或是一些独立的BioLab 那这些人其实是分散全世界各地的 那这些是全世界各地的人 其实是藉由internet去connect在一起 那所以有一个什么好的东西 可以让他们的合作更深化 这也是目前的gap 甚至说就像刚刚说的生物数据 它形成了它是资料嘛 那有没有一个更permissionless 或是一个global infrastructure 可以让我们在资料层面去做协作 这也是没有的 那我们的project披露就是一个桥啦 那右边是卫山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目前卫山的一些工具 大部分或是社群 其实都还停留在一些比较小众的社群嘛 像加密货币或是就是金融 并没有就是真的去深入扩及到一些实体经济 这也是卫山的需求 那它也需要有更多的人在不同领域 它可能是science、bio或是deep tech 进去使用这些工具 去发生一些更好的一些互动 那像很多的一些application的scenario 像怎么去使用IPFS、IPLD、Filecoin、FEM、ETH 那这也是需要更多不同领域的人进来 那我们的project其实在做这根桥 那为什么我们除了做这个project 没有自己的实验室 因为我们要去当作是这个工具的使用者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说 我可不可以跟你协作 因为OpenPentax的本质上 就是在设计一个圆形的基因资讯 把它放到某个细菌里面 让它产生这个细菌酶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在资料层的协作 那这个资料层的协作是有funding绑着的 那我们也许就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工具 去形成这个工作网络 那这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叫Distribute Bio Manufacturer的一个Future 好 那Gitcoin它现在也转型了啦 转型成一个Protocol 所以你就可能要用比较分散式的方式去使用这个Protocol 所以就不太像之前有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刚好它有一大笔钱 跟这个Funding相关的 所以它就等于是 你可以变成是一个开发者 去使用Gitcoin来建立你的一些募款的机制 对 比如说你怎么去Deport一个Grant的Program 你自己有一些Fund 那你怎么用这个来使用 这就是我们 我们今年也有在参加它的这个Gitcoin Beta 不过这时候的那个Gas还太贵了 所以真的是有点挑战 好 回来我们开始来讲说科学科技这个东西的演变 那前几天或前几周 入期有一个演讲我觉得还不错 那它在讲的就是 我们应该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探讨科学科技未来的变化 为什么会需要更好的去中心化这件事情 那谈论科学其实我们应该要放在更大的架构来思考 那我觉得入期他前几天的这个演讲还蛮好的 就是他提出一张图叫做 新范式就是新的典范转移的一个历史环境 那我觉得他描述的蛮好的 因为就像刚刚 可能我只分享了生命科学数位化的一环 那其他的能源科技材料科技空间科技 其实也在往很数位化的方向去走 那这其实也代表人类社会的一个变化 就我们从农业化工业化 现在数字化 它其实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中 科学的研究学术单位 其实扮演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引擎 我们去探索这些社会科技进步的一些 一些问题或原理 所以在传统之前 这个生化的模式是很好的去驱动这件事情 但是你们会发现说 最近科学的进展速度越来越快 有了AI或是这些工具 那传统的这些架构还有办法跟上吗 那不能跟上又怎么样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我觉得Kevin Kelly的一个东西 讲的蛮好 就是他提出一个叫Technium的概念 就是说科技本身 它是不会管人类怎么想 它只会想要不断的更强 那就是它怎么不断的更强 它会有不断的其他的方法去演进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活的生命 那学术界没办法再推动它 它可能没差 它就从产业界去推动它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科技或是科学 或是科普的演进 它是会不断更好的 不管人类的传统的一些结构 或什么开始出现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会在演进出其他的方式 让科技持续往前 那这是就是无法 就是inevitable的 它是这样觉得 换句话说 我们可能最近会探讨一些 传统高等教育的问题 但同时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现在科技的社会进展是飞速的增加 所以它有点会有一点矛盾的地方 但是假设你把它放在technic的框架中 就不会这么觉得 而是觉得说 技术持续往前 跟不上它 或是没办法当做它引擎的 就被它丢掉 就是这样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很蓬勃的一些开源软体 开放科学 制造者运动 YouTube教你一切 或是TrackGP教你一切 你就开始发现说 其实科技开始 对人类每个人的一些能力的提升 是非常强大的 那这件事情已经摆脱传统 比如说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 我们觉得我们的知识不够了 要回去做一些高等教育的那种教育模式 反而都变成是 其实我们不一定是要用这种模式去提升自己 有很多的方式 有YouTube 有社群 有本来的开放软体 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那台湾其实也是有很多不错的社群 在往这个方向去推动一些科技的进展 那反观就是 当然台湾有台湾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我们的高等教育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3D或这些 其实都是高等教育 目前很真实的一个感觉 虽然说我可能不是真的在其中的人 所以也不太确定 那我可能很多时候是用民音来理解的 但我相信民音通常代表一种社会现象 或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所以也不能说不管民音 因为它就是大家的感觉 然后也有很多很诡异的事情在发生 比如说这是Paul Grant去年8月2号 他分享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他去跟高中生讲话 然后高中生问他说 那我要怎么去吸收最前沿的科技论文 他建议他去看SiteHub 这件事情很有趣 SiteHub是一个不合法的一个网站 但是他现在却变成全世界各地 每个人去阅读论文的方式 所以这也代表说 因为传统来说 论文的阅读 它是一个高等教育的成果的展现 那高等教育的成果 这也有论文来让一般民众吸收 但结果现在我们 我们得用一个违法的一个工具 去阅读这些东西 所以也觉得很诡异 另外一方面 就是传统的高等教育的薪资 跟产业界也有一些代沟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推力 也是一个拉力 那同时这个是 这是一个演讲里面提到的 就是说 现在学术机构 以美国的NHR01来说的方定 其实他方定拿越多的人 其实是同一群人 这群人随着年纪增加 他们拿到方定是越来越多的 所以后进者 其实是越来越拿不到这些方定的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 蓝色就是年轻人拿到的 红色是比较年长的人 那你会发现年长到了比例增加 那年轻人是下降的 换句话说 都是同一群SATA左右的人 在取得这研究的一个资金 那这也是很吊诡的 因为理论上就是 一代会比一代更好 站在大家的肩膀上 但是方定的分配 却不是这种模式 那除了学术机构本身 方定的分配来说 学术跟业界的方定 也出现一个交叉 这张图是DAPA 他们的岩浆里面的图 他就在形容说 2021年美国 他在R&D的投资里面 就是Federal的方定 跟Commercial的方定 差距越来越大 换句话说 你研究的 以前是以政府为推动的单位 会在推动世界做研发跟发展 现在其实已经逆转 以这种商业社会或是产业 或是非传统的学术机构的赞助来源为主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代表了 连前的来源 不管是在学术界内 或者是在学术界外 都在往一个Divergent的方向走 那回过头来 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在科学界还有一件事情的探索 就是所谓的 这个是Joey Eitel 他的一些 他在提变革这件事情 或是在提一些 对我们现在新的社会架构的一些思索 比如说他提了一件事情 叫Anti Discipline 就是说 传统的学术是以越来越分科 越来越细 比如说资工系可能会在分组 然后每个组又在分更细 那每个组的论文 其实省的人大概都会 省自己喜欢的方向 换句话说 当学门越分越细的时候 一些innovation是 需要靠一些跨学门 去合作的模式会越来越困难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造成 现在很多很advanced的研究 其实不太容易从这种 跨领域的模式去产生 虽然说本身也在鼓励跨领域 但是这个架构本身 就会让这件事情变很困难 比如说因为Joey Eitel 他之前是MIT Media的负责人 他其实就是很有意识的 希望利用这MIT Media的一个架构 去造成反学门的机制 就是他们不是用学门去区分研究团队的 所以他们是希望是用一个像是用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其实是他提出来 就是有点像是把包浩斯的设计轮放进来的一个概念 去用这个东西南瓜所谓的Science 换句话说Science已经不再是 你是学生物的 你是学植物的 你是学工程的 你是学电子的 不是 它是以一个更广泛的方式去Category它 那大家是以一个目的 或是一个解决问题为导向的 去分类它 换句话说 假如新兴的科技跟知识分享 逐渐从传统的学术机构政府转移 那未来的科技跟科学知识的成长将来自于哪里呢 就像刚刚说的 学术机构跟大型公司或是政府 我们倾向于越分越细 那很多很棒的Innovation是来自于很奇怪的CourseLink 那这个CourseLink在这个架构下 一定是会越来越困难的 所以就会很新的Innovation开始 必须要往个人新创 或是公民团体 或是开源社群 或是产业界去走 那假如未来的新的知识跟社群 是来自于这种开放式的社群 或是组织的话 那有什么工具可以去把这个Network加强呢 其实卫生科技是个还不错 那这个是目前我们认为的 Decentralized Science的一个Sector 那它里面有人在解决Funding 就是怎么去分配Funding再做研究 有人去做一个research的一个主题 比如说LapDOT 他会看说怎么把生物资讯的运算可以开源 那有人是在方法学上去改变 那有的是借由Peer Review 他想要去改善传统的Peer Review 然后还有发表系统 那也有人是在直接建立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一个机制 那也有的人是在建立社群 像等一下我们就邀请那个Design Tokyo 他们就是一个社群 这个社群的人有这个Mindset 然后或是单纯是Data Data针对资料 因为科学就是资料跟计算 这件或是Model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 我觉得还有一个Sector 只会加进来是AI或是Computing放在区块链上 那Design的Project在目前来说 其实还是很小众啦 就是这个是一个Messori他整理的图 就是比如说可能都是100个以内 所以不像是大部分其他的Sector里面的那个数量级 他算是相对热门 那像是有的人翻译的机制就是 借由一个ecosystem去解决 Funding的分配 还有IP的产出 他们把IP跟区块链上的NFT绑定 比如说像这个机制 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新的专利系统 因为学术高等的教育很尝试用专利的方式去跟 跟商业的 商业领域去做跨界吗 学术机构产生专利 专利卖给公司 公司用专利在形成商业活动 那怎么去把这个概念放在NFT上 或者是建立一个全新的一个科研体系 那或是从发表系统来做改变 所以简单来讲说 decentralized science 其实就是用卫山的科技 看怎么把开放科学往前 那他算是一个相对小众的train 而且很年轻啊 不到就一年多 那大部分的目前design的社群 还是在ETH上为主 但是开始有慢慢很少部分往外扩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升级 原本就有的open science的网络 那目前生物科技 其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在这个主流quittal社群里面 蛮重视的 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design其实是technic evolution的一个part 做这个最终的社群里面 ame 各种坑传核道 整个群里面 最终的社群里面 每个月以上 深入 稳需要 这